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头哒哒 眼淋淋呢 就是这样 24小时 无论是在吃饭 看电视 看电视是在看下方 不过是在看电视 走着街 跑着步 跑步真的是正常 我昨天跑步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 有人一直跑步 马车路 一直按着兜股 真是很厉害 开车 你做什么大生意呢 小小小费两位 你不明白的 不是 看Instagram 你做什么Instagram 不懂 Instagram 就是Facebook 刚刚买了一个 改了一个新名 叫做Fastagram 好anyway 很多年轻人 都是低头族 在哪里了 美国 New Jersey 有條新例 就是如果你一路逛街 一路逛手機 三文正 三文 蛤 是法官 沒錯 為甚麼呢 你會製造交通以外的 還有你會令人犯罪 為甚麼 因為他們不小心撤傷你 不是他不小心 是你自己不小心 但是他一定會遇到你 還有很多人你太投入 被人搶手機的 是吧 所以看看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低頭軸 再不就是講一下 因為駕駛 如果你 SMS 發生過意外的 或者走路試過 有沒有撞到玻璃鏡 是呀 之前我們騎禮分子說過的新聞 一個人在動手機 接著有個啤啤喉 在一個宿舍走出來 他就下跌撞到啤啤喉 嚇倒了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人去報警 已經很急的了 還在這樣 撞爆了 整個警署的玻璃給你撞爆了 不是說笑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還在這樣 低頭軸可以玩 SMS 看 Facebook 就可以了 這兩個人輕呢 低頭軸是甚麼呢 打技 大哥 我的鼓子跌得起來 我是低頭私固的 我很想念我 麻煩你可以抬一抬一抬 看月光晚的 退堂 下午只有太陽 你身邊有甚麼低頭軸 或者你想打你頭術 你頂不住你身邊的人 經常低頭在這裡按手機 你可以叫上來的 要出來同學聚會 整班都好像在這裡祈禱那樣 等你叫上來或留言給我們 熱血 漫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